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实现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通过试制这个规则 指定哪些权限才可以访问 那么编写这个授权方法 这是一个 然后是这个叫配置授权 第二步 那么就是这一个总结 就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就实现 让它进行可以有这个权限的访问 那么下面也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给它GolusSype.html 还有透过Golus 这个的话跟我们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刚刚给大家做了这个部门的 是不是也一样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 这个的演示我们就不做了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 真正的授权方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做的 那我们这个授权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这个授权方法应该怎么来做 刚刚我们这里不是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加了这两个之后它运行不了 它又有两个之后才有 这是我们存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存的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等一下可以使用这个授权的护理器 来实现 那我们现在又写的是做了完全 就是授权 使用这个授权 那我们写的这些都叫菜单的名称 对吧 那我们可以给菜单名称 那如果说我这个登录用户里面 我可以拿到这个登录用户里面的菜单 那我是不是可以往哪里面加 对吧 这是我们后端里面 当我们在授权方法的时候 我们取出这个当前登录用户里面 它所拥有哪些菜单是吧 然后我们就给它加入相应的权限 是不是 好 这是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配这文件要不要配 要不要配 对吧 我们配这文件 如果你不配的话 它会进行这个授权方法吗 不会是吧 所以我们配这文件 也要把它配上 那接着我们先来写这个 我们就有两个事情要做了 第一个 在我们授权方法里面 把这个我们需要授权这个登录用户的 把它的菜单把它取出来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授权里面去 是不是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配置这个里面的东西 才能进入这个授权的配置 好 那我们下面来写一下 那还是到我们的ERP的RAM里面来 那这一回呢 我们又查这个用户下面的这个菜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我们就先把它注释掉 好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EMPB字 点get menu by EMP UID 这是我们昨天写的一个 这个方法 使得就可以获取得到了 对吧 那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老师写的笔记里面 在第十二天里面 这个方法我是写到这个menu BID里面去 如果你是照着这个笔记敲的 那么你就这个地方 你就去注入这个menu BID 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获取这个员工里面的这个菜单 菜单的这个这个集合 如果你是按照老师昨天敲了这个代码里面去敲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EMPB字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方法了 我们就不用去注入这个menu BID了 好 那我们这个ID应该怎么得到呢 获取啊 获取啊 当前 登录用户的 菜单权限啊 菜单权限啊 那我们如何获取这个登录用户的这个UID呢 UID等于啥呢 怎么来 通过主角来获取是吧 好 那我们这个EMP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principles 里面的get primary principle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单权登录用户 EMP 那拿到这个用户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用户里面的UID了 对吧 好 我们get的UID 那得到之后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菜单的一个列表 是吧 就是我们的menu list 那接着啊 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把这个权限加进来 这个授权加进来 是吧 加入授权 那加入授权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for循环 对吧 好 for循环我们的menu 这是我们的menu 我们的m 冒号我们的menu list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授权的信息加进来 是吧 那这个授权信息 我们应该 刚刚我们这用了一个 这个叫做 simple authorization imple对吧 我们就给丢用他的这个地方的add的方法 add permission 好 那我们这个是m.get的name 是吧 get的menu name 点get的menu name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配置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的menu name 这里呢 我们使用menu name 来作为 这个授权里面的key值 授权里的key值 那么 在配置 这个授权访问的URL 授权啊 叫做授权 访问 的URL里的 就是URL等号右边 URL等号右边 就是这个perl 这里面的值 这个值应该是 菜单名称 又等成是我们 右号 等号右边的 右边等于我们这个perl 里面的菜单名称 这样子才能保证 我们这个授权方法 两者是一一匹配的 才能保证我们是一一匹配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去加的话 那么你应该把你 我们数据库里面的菜单 把它所有的名称 都把它整出来 然后URL把它加上 对吧 好 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 就是说我们这里注意的点就是 又把我们既然这里加了这个授权的key值 为菜单的名称的话 那么我们配置里面的URL 访问的对应的 这个权限里面 中文号里面这个key值 也应该是我们的菜单名称 这一点应该没问题 好 那在这里呢 再讲一下就是 我们加的这个权限 是有逊序的 是有逊序的 就是前面就是匿名的 然后再进入我们这个授权 然后后面它就off 不然的话 你进入这个就我们的认证之后 你都 这个认证就已经执行完了 就不会去执行我们这个授权了 你看 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方法 我们这个ERP RAM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授权 一个方法就认证 对吧 那如果说你是进行了这个认证完了之后 我还会去执行授权吗 不会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配置的时候 又庶民 我们这个地方的授权 又放在这个中间 而在这个匿名 跟我们这个认证的中间 好 这个是我们把它加上了 那加上了之后 接着 比如说我们这个采购的 我们就把它 再整容上了 那看一下 我们这个 我也把它 加上这些 就goodest time.html了 把这两个也加上了 那么这个名单应该跟据我们的数据库里面的一样 好 那这个我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下面有这个我们的叫做goodesttime.html 等于 prms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做 商品类型是吧 好 那这个我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就是 叫做p2.sql.dv2.dxe 这是antiCast 这是我们的tables many 我们create data 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做商品类型的 商品类型 就商品类型和商品 这两个 这应该没有错 那我们这里啊 有个技巧啊 你在加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干啊 select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url是吧 然后是我们这边是一个斜干 对吧 然后url 然后是再加 再加这个新是吧 没有加加这个等号啊 等号啊 然后是 我们这个per嘛 对吧 perms 中国号 双引号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的 menu menu name 然后再拼接啊 我们这个 拼接我们的这个叫做 双引号 中括号 对吧 然后flow我们的menu表啊 menu啊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一串啊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去copy啊 这会比较方便啊 然后对应的这些系统 差点没有的话 那我们应该变成是这个 ware 这个我们的pid 应该是 三位数的啊 三位数的是二级菜单 这个这个还 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那么就使用这样子啊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我们的 商品啊 我们把它copy一下 放到我们的 下面来啊 商品还有商品类型啊 商品类型我们已经加了啊 商品类型啊 我们也copy一份 好 那接着还有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 这个叫做 呃 获取这个数据的是吧 那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是消化线杠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改一下啊 加到他这个下面来啊 固托时 Type 下发线 新 下发线 新啊 然后这个我们的商品呢 我们也把它加一个 那商品呢也是就叫做下发线 新 好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两个啊 给它加进了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登录用户啊 他有这个权限 他有能不能访问 对吧 那我们这一回这个就做 这个造型呢 是没有这个 商品跟商品类型的访问权限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 呃 这个管理员是有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配完之后我们来启动 好 我们来先用这个造云来登录吧 因为造云的菜单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商品跟商品类型嘛 对吧 那么他应该不能有这个访问的权限啊 好 就写错了啊 123456 好 进来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商品类型就goods type.html 那我们先在这里下个点啊 下个段啊 我们要确认这个造云里面确实是没有这个菜单了 对吧 好 我们再来走 好 他进来了吗 是啊 进来我们执行的授权方法啊 好 我们过去啊 menu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enus里面 它有三条数据是吧 三条数据里面的这个菜单啊 第一条里面就有采购申请是吧 那第二条 啊 叫做采购定乱查询啊 那么第三条 是采购定乱确认啊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啊 他就给他加了是吧 给他加啊 123 好 最后返回 对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全可以进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没有但是他可以进来啊 这是我们的商品类型啊 商品类型 goodstime 点击去停下来的 那这不应该啊 我们来清一下 清光了之后我们再来啊 赵云啊 123456啊 然后再访问他在这个商品类型叫 goodstime.html啊 责心的授权方法啊 是的 然后是我们的缓存问题啊 缓存问题 因为静态页面 静态页面的话很容易就被这个浏览器给收集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缓存问题啊 那接着呢 我们再使用这个管理员来登陆 login.html啊 好的 管理员登陆 我们再点击这个商品类型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来查这个用户 有没有这个权限了 是吧 有没有这个菜单啊 那我们这个里面 他是有的啊 不然他也 这个菜单也不会显示 他这个菜单啊 好 我们让他走吧 然后他又来了 为什么又来了一侧呢 一个是这个html 是吧 一个是这个 action 好 我们让他走吧 好 这个商品类型是不是有了 好 这样子了 我们就可以让他实现这个 就是说 根据我们这个登陆的用户 来试证他里面 到底这个授权 有哪些权限 可以去访问啊 并不是说他 有这些菜单之后 他就可以访问啊 这样子我们的系统 才能安全 从我们后端级别 去隔离 把这种非安全的访问 好 然后我们这里呢 还有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我们是实现了 但是如果说 我们这个order 里面这个页面 我们是供给多个地方使用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采购定量查询 我们还有这个 采购定量审核 确认等等是吧 额订单的 额订单的审核 还有我们的采购定量的确认 还有我们这个 采购定量的 入库啊 好 如果说我们要 让他